2021年5月9号凌晨1点 浙江省杭州市白龙潭再逃金钱豹搜寻力量 转移到荷家村附近的龙屋骑行公园西南方向山上 利用无人机热成像发现了第三只豹子的行踪 但是到凌晨2点半左右 这只再逃金钱豹再次销声匿迹 从地图上看 在金钱豹外逃事件中 除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外 另有金苑山庄附近区域 白龙潭附近区域 龙屋骑行公园附近区域三处地点 曾经出现外逃金钱豹踪迹 已捕获的两只金钱豹 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根据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博发布的最新消息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 已经依法对杭州野生动物世界 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因金钱豹外逃事件 涉嫌犯罪立案调查 10号下午杭州市政府开展了 关于杭州野生动物世界金钱豹 逃逸处置情况的新闻发布会 在我局深宝通信 专业人员的追问下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动物管理部的 不准认认 三只亚成体的金钱豹 于4月19日的上午14日 从原来的动物隔离区逃逸 经初步查明 4月19号上午 公司猛兽区白玉城的饲养品 海某和王某权两人 到金钱豹龙室打扫卫生室 违反安全操作规定 致使三只圈阳运金钱豹外逃 获悉情况后 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张某权 决定继续隐瞒不报 直至5月7号晚上 第二只金钱豹被发泄后 才迫有压力 向富洋区林业部门等有关部门上报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